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现家姐妹花 这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孩子少 这是小孩房间 好 今天呢 是这样 我就有一个朋友啦 他忽然间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 一连串? 一连串 就是一提 两提 三提 四提 五提问题 问了过后是吗 我就连一些问题都回答不到 所以呢 他就测验了我这一个想象力 这个问题啦 这一系列的问题是测验我的想象力 跟测验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度 跟我有没有记忆力 我自己有没有记忆力 这样的 他一问了我 这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子问我的 这个是十岁的小孩子问到我 我就 啊 怎么回答呢 这样的 所以我给他问到我真的是一句话都出不到声音 因为他问了很像十题问题啦 我可能答对一两题罢了 所以呢 我今天要来问你们两位 你们敢挑战吗 好 这样呢 我先跟你讲这个问题啊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都是有连关性的 你知道我们是连关性吗? 连关性就是第一题跟第二题有联系的 第三 第四题有联系的 其实呢 他有他的误咒的 有关系的 现在我们看联系几讲的 好 我来问第一题啦 第一题问题啊 飞机飞在空中 里面载着一百块砖头 一百块砖头啊 突然间动掉了两条 我想请问你们两位 飞机上现在有多少块砖头 一百块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讲一次啊 我再讲一次问题啊 问一下 你讲那个飞机上面有几个 我再讲一次啊 问题再来啊 飞机飞在空中 里面载着一百块砖头 突然间掉了两块就来 九十八 一百 九十八 哪里猜错 你讲 九十八 我想一下 你这个肯定是坑人了 飞机哪里可能会掉两块砖头 真的真的会掉两块砖头 真的掉两块砖头 如果飞机能全部都转 这个飞机就会倒下来 这是一个科学根据 这个是空军来的 空军来掉两块砖头 第二题问题啦 一个长颈鹿 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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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颈鹿是十车 十车的长颈鹿 他要进去一间家了 他要进去一间家 那间家 那间家的门 是只有大车而已 我想问你 这个长颈鹿 要怎样进去那间家 很容易 做一个租车机 他租到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长颈鹿 要进那间家里 那间家只有八侧 长颈鹿没有住在家了 住在室屋那边 我是说那长颈鹿 要进去那间家 阿妹你家 对 过来要看到你了 过来这边 真的 我知道了 长颈鹿要进去那间家 要怎样做 我知道 他用他的那个长颈鹿 跟那个家屏嘛 他上他的阳台那边 然后踩上那边 他不是破进去了 这样不是可以进去 长颈鹿要进家 要怎样做 长颈鹿这样 塑进去 塑进去 长颈鹿塑进去 不对 差一点点 那个小孩子问我 那十岁小孩子问我 我就 啊 怎么弹呢 对 长颈鹿蹲下来 错 那长颈鹿 没有的 看我答答案 长颈鹿 长颈鹿是需要开门 长颈鹿要开门 才可以进那间家 哈哈哈 你是康人 啊 长颈鹿要进那间家 首先他必须要开门进去 对 我知道 我知道 okok 第三题第三题第三题 等一下我知道为什么 嗯哼 因为好像还小 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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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现在我就答第三题了 现在长颈鹿要从那间家出来 他需要怎样做 开门 哈哈哈 正题答对哦 哈哈哈 ok好长颈鹿出来了 长颈鹿出来了 现在 一只大象哦 哈哈哈哈 一只大象了 要进那间家 他怎样 开门了 哈 哈哈哈 哈哈 开门进去哦 ok 开门进去 然后他开门进去 他进了去的话 等一下 关门了 好 下一个问题 对还是错 对对对 我没有讲 我没有讲错 那个就是对了哦 好接下一个问题 狮子 狮子啊 狮子 开生乐会的时候 嗯 全部都不都去啊 因为狮子是狮子之王嘛 嗯 全部都不都去啊 嗯 你觉得 呃 你 只有一只都没有去 大象啊 大象不在家呢 聪明哦 大象在家里的哦 在家里嘛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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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问题啊 等一下 我问哪些 你听了 我问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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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 这样掉下去那个很多鳄鱼的鳄鱼池里面 为什么他没有死 因为他在睡觉然后他轻轻的在那边 因为他懵到 没有没有没有他真的掉下去 他真的掉下去鳄鱼池 那鳄鱼就鳄鱼池 鳄鱼呢是会吃人的 嗯啊他掉到那个桥那里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真的掉在鳄鱼池里面 懵到了 不是懵不是发懵 不知道 他爬了上来然后去叫鳄鱼走出去 你要揭晓答案吗 哦我知道 有连关性 鳄鱼死了 哦知道 鳄鱼已经去生日拍队 啊哈哈 总没 鳄鱼呢 记了这一个什么 鳄鱼去了生日会 所以哦 那个人掉下去那个鳄鱼池啦 他是没有死掉 啊 啊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 我问完整个吗 我再问多些 我问完整个 掉出口水啦 尤语 ok好最后啦 要听个问题啊 这样过后啊 突然间哦 那个人死在鳄鱼池里面 为什么 因为鳄鱼回来了 嗯 嗯 不对 鳄鱼还在 还在开生的会 我知道 哦 因为他在一个很圣里面的 那个 鳄鱼有 是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嗯 鳄鱼妈妈还在讲 没有啊 全部都去 哈哈哈哈 全部都去 你想一下有连关性的 哎呦 从神的派对回来了 还没有回来 突然间那个人死掉了 为什么 哦 因为那个第一题 他不是跟两个双头 哎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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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那人会死掉吗 我知道 因为他那是 因为飞机 掉两块双头 刚好打中那两个人哦 哇 你讲这一连串的问题啊 我真的是给他问到我啊 真的是回答不错 爸爸 你懂吗 做些 做几题啊 嗯 我都有问过你 你有问过我吗 对啊 原来你就是那10岁的小孩啊 不是 你还记得吗 我又有想到一个 阿爸你还记得吗 我问你啊 飞机啊 那个什么什么啊 那个奶奶啊 为什么他过桥的时候啊 他没有跌到那个河那里 他为什么他可以过到那个桥 为什么他最后还是死掉了 因为那个砖头跌下来啊 为什么那个场景都没有去到派对 因为他还在冰厨里面 你看过的啊这个问题 不是我看过 我知道 然后我问过你 为什么在冰厨啊 长起路啊 要多好个步骤 开门 然后进去 然后关门 然后问你啊 爸爸其实我在YouTube里面有看过 真的吗 那不是 是在TikTok 哦 我就给他那个小孩子问到我 鸦雀无声 呃 我不知道Vida什么 你去看我 ok好最后两题 想不想再听 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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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讲了 十岁的跟我 ok好有一个太空人哦 他飞在太空啊 然后坐火箭飞向太空 他就看了那个海了 看到地球 看到那个海 这么全部是蓝色 他看到那海是这个蓝色 为什么 海里面有水呢 是 怎么那个水是蓝色 我们看到水都透明了 海的水比较眼 海的水比较眼啊 比较咸啊 嗯 等一下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等一下等一下 因为吼 因为啦 你一张小小提示 小小提示 有关鱼的 哦 因为鱼是蓝的 鱼有看过是蓝的吗 哈哈哈哈 有看过 有个是蓝白的鱼 因为吼 那个鱼 在哪里 在海里面呼吸 嗯 他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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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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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blu 他的bubble啊 他是蓝色的 错 他的blu 他一直讲 blu 他讲 b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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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弄到那个海边的blu 他就变到那个海边不够 好 最后一提 刚才你讲那个盐的对吗 我想那个 嗯 这么晚 那个海水啊 是咸的 哦 我知道 这样 因为啊 那个鱼洗洗过 又被洗 又这样一挨的 你们是看一段啊 我只还有知道 啊 当然知道了 洗洗是咸的嘛 哈哈 那个 鲨鱼啊 吃了那个没有帅啊 一下就很 很难 很难 好 谢谢大家 好 再见 我问你们问题 等一下 我们下一集再做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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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收看我们的频道 还有点击小铃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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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记得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谢谢大家